2.3 十人水卷 終於 弄不出來了 太棒了 一定要注意快慢結合 大家剛剛看到我手上是抖了一下 上下的挑動了一下 終於 語口清晰 追到船邊邊上終於 終於 終於 釣魚是件很幸福的時期 哎呀 一條根上來 像這種水體比較深的時候 其實 漁活性也夠 這個季節 滑坨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口多多 搜索又快 釣到的魚還大 搜索的可以慢一點 它其實可以做到很慢的搜索 自由自在 簡簡單單 做魚 就這麼簡單 複鉤接口 嗯 老虎路呀 OK 放掉了 兩條 能不能吃雙的 哎呀 那條大的沒做 中條小的 兩條魚 結果中條小的 你們以為我只會釣鱸魚 其實你們誤解我了 是我喜歡釣所有魚 正在七歲的時候 我們釣幾魚 老師給我的 小學評語就是 不要經常到水邊去玩耍 他們差點夭折了一個釣魚大師 然後我們的那個 宇文老師 現在是一個學校的校長 那天我把這個評語 我居然還留著當時的 評語給他看的時候 老是笑死了 所以說有時候 給孩子一種 自由成長的空間 說不定會更好 讓他們自由發揮 自由創造 好 這一竿叫釣魚 丟下去 能夠釣魚 很簡單 就說了嘛 丟下去就能釣魚 垂直的一拖 漏牙自由自在 簡簡單單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 德州釣主達人 在這邊比較掛的 這邊一個樹枝的障礙區 我們如果使用牽頭鉤的話 大家特別習慣的用牽頭鉤 捲尾啊 踢尾啊這些什麼蝦去釣的話 它會很掛 但是德州釣族 它就可以把這個缺陷 剪到最小 直擊 這種水底大櫃 也不那麼容易掛 終於拋出去VIP接口 遺體不大 還丟下去就有 讓我們這個導流槽的設計 就是會讓這種 接口跟著很多 一開始 別人 不是 你肯定 你肯定 有障礙的時候經常調 然後在水下的時候經常會去變化一下 收手速度 比如說可以快快慢慢 然後在那種快慢之間 變化之間是最容易重遇的 想起來是吹劍的一首歌 進進出出才知道這無邊的空虛 就想著短空間裡 是吧 終於在水下比較細膩的抖動 在凱兄告訴我我想搖滾歌手的時候 終於 這次VMB哦 VMB哦 上輪 走吧 陳水的話絕對是碳線OK了 PE的話它是零延展 然後同等線徑的話 它的折徑拉力大 對吧 那麼碳線的話是耐磨 然後像我們吊這種場的話 我覺得 PE加前導或者純碳線 應該問題都不大吧 我自己就更傾向於直接碳線就算了 因為反正你拋頭距離也不是很遠 然後 還耐磨還省得打前導什麼的 很多人都好像不太喜歡這種高法 我覺得這個高法蠻好的 反正釣魚也不少 鯖魚正口啊 哈嘍 我又鯖魚了 我扎進鑽藻子裏了 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推一把就出來了 我只是傻個嬌賣個萌而已 我們才能夠 右掛出來 我們在攀不動 對 我們在攀不動 我们下期再见